聊聊小米 先說一些消息 它是很多的 簡單說 推出一個全面屏的手機 就是小米MIX4 售價大概是五千人民幣左右 董事長雷軍說 目標三年來要做到全球第一大的手機品牌 其實它當中 昨天的演說還有很多金句 不浪費大家時間 可以上《經濟部》的網站看 很詳細地報導 說回股價上 昨天上午其實都是橫行的 不過看到中午之後就開始升 收市升過百分之二 其實你覺得小米 昨天看完它的演說 或者看完它最近的產品 再看股價走勢圖 你覺得有沒有力再上 你先來吧 我拿著小米的牛仔 幸好 唐牛也很好 我希望可以 因為我早兩天 前天買定的 我打算正確駁雷軍 在這個發佈會裏面 看看有什麼好消息 還有希望超前 因為昨天很幸運 它先走 變成已經做了個勢頭出來 那你說那些事情 我又覺得OK 你說要站穩做世界第二 然後三年目標就是要做世界第一 那這些口號式的東西 我想所有人都會說的 我覺得是OK的 都是正面的 那你說那些新機等等 也都不算太過 就是我眼見也不算太特別 就是我覺得它現在是開始賣回 少少貴一些的機 因為小米一向都是低端一點 你見它一向 我看業績 它那些手機的平均價 都是一千多元 我想如果你說要做業績好一些 買一些利潛高一些 我想它要做高檔一些 那我又覺得 因為現在的手機越來越貴 所以其實你說買到四五千元的手機 好貴嗎 但是別人可能其他外國的品牌 已經說過萬元 其實都還未追到的 但是也對自己會好一些 我想還有小米 如果有炒開都知道的 它那些好消息 通常都是接二連三的 就是通常都不會只是一個 好像你說昨天突然爆上去 應該找了八米飛人 就是我們中國的Showping Team 做代言人 就爆上去 我想接下來有些新的東西 例如公司還有一些回購未做的 這些錢 會不會又做一下呢 就是我想希望那個勢頭可以延續到 就是小米 我想暫時短線 可能看著二十九、三十元那些位置 是 其實小米還有事情想談 不過先回答一個觀眾朋友的問題 他叫做PangPang 是 他就說三年要做宇宙最強 你怎麼看 你剛才也解讀了 就是口號 是 不過他就說你不要笑我 我三十四元有貨 其實我自己也在笑自己 他說持不持實好呢 還是應該放呢 三十四元有貨 就是一些高位 是 都不開心的 我明白的 是的 我想看看這一刻反彈 可以彈到多高 其實就是剛才所說的 二十九、三十那些位置 如果你 我覺得 要上回三十四元是有些難度 是 因為當日的三十四元 就真的 他應該是那天 是做了一個批股 再發了一個換股債 是 然後當時的市場是很旺的 然後炒到上三十四、五元 你說現在要上回去的那些是有些難度 可能你說去到三十四元 你想想會不會走一下位置 就是你說上到三十四元 回頭 可能那些位置先沽了 然後再炒著上落 希望透過炒上落 一元、一元、兩元、兩元 贏回他 就把你三十四元的口貨 成本拉低 就是這樣去操作 要不然你說 你不操作 我想你真的要等 我就不建議你打的 因為始終都是已經 兩成過外了 始終還是先保持 是 那譬如說舉個例 你這期都見到他勢頭不錯 就是你說短線操作 買賣賣也好 或者現在叫做溝淡 買多一手貨 那你覺得這個建議有不可以了 都可以的 不過就是看位置 因為 反過來說 你短線計小米 其實都走了一段路 變成你買的時候 可能說 大概捉近二十七元 鞭博 那可能直播率就高一點 因為剛剛已經隔了頭 就是怕你的直播率低了的時候 因為現在你賺了一元、一元 所以我想 你捉住二十七元那些位置 入場就會好一點 不過我們穩柔 可以詳細一點 跟我同學談 就是他無論是上次 上兩個星期 跟他談這個和記電訊香港 還有這次談小米 他都給了兩個啟示 我們就是說 如果你就算看好一些事情的話 做一、兩天做一個部署 其實就可以掌握到更多的聲勢 反而消息 請問 請問 再問一次 問一問 有請 請問 請問 你在做什麼? 感谢观看